注意一下,这次变五饼二鱼 它前后,稍微注意一下 你就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 或者说这件事发生在施敬的约翰被斩首之后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福音 清楚吗? 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发生在施敬约翰被斩首之后 你要知道,施敬的约翰一面来讲是在过渡时期 成了主的一个先锋 在新旧约过渡的时期 施敬约翰的执事就是出来为主铺路 但是呢,在他该进的执事结束之后 好像他就成了一个打岔 所以你在圣经圣在看到,施敬约翰也有门徒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线条 所以当他铺路的,或者说做先锋的执事 做够,他是叫人悔改去转向基督 当基督出来的时候,他就应该要退 但是好像在这件事上,怎么讲,也有人的不容易之处 所以在主的许可里面,他被捉拿,而且就被下奸 至终他就被斩首,也是很训练,这是一个训练 那在这件事结束的时候,十三节就说,十四章 十三节就说,当这个施敬约翰被斩首埋葬之后 这个耶稣听见,十三节就上传从那里,由自退到野地去 重点在下面一句,群众听见,就从各城步行来跟随他 你领会这句话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这个施敬约翰这个执事,彻底的告终之后 这个所有的群众,他就非常清楚他们在跟随谁 他们就从各城,人是从各城来的,但是他们都很清楚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也只有专一的来跟随我们的主 所以这一段,这个完了以后,马上就在跟随主的路上 这个主怎么顾到他们 所以,这个这里的说到五比二维,他着重在说到 这个主啊,他在时代上的一个转换 简单说就是从旧约,完全转进新约 那第二个事例,这个四比,还有几条鱼呢 它是发生在另外一件事之后 就是刚刚说的,江南富人得救,对不对 那江南富人得救是很特别的 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 他是一个外邦人,照这个犹太人的认知 这个救恩或者说救主,完全只为了犹太人,对不对 所以刚刚这个,我们就用点了,我稍微再加一点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江南富人 她的听觉,她听信息的能力,那是比我们都厉害 听不清楚呢? 因为主说,这个,怎么讲 什么不能挖口 什么 是,你们也不甘示弱 我马上说一下,来证明你们听话的能力也不弱吧 我完全降服 那,但是你要知道 他,这里主耶稣啊,真的,刚刚谁讲什么拔柄 这个主耶稣是故意丢了一个拔柄给你 看你抓到他了 他说啊,不好把儿女的给丢给小狗 你要注意,这边那个小狗 它是一个特别的用词 它不是一般的狗这个字而已 它也啊,更不是野狗 清楚吗?如果是野狗 那就没有权利吃家中的饼 如果是野狗,主也不是他的主人了 清楚吗? 这里这个字啊,它不是狗 狗与狗大不同 这里这个狗字是家中的宠物狗 清楚吗? 这个,所以呢,这个江南富人她的反应太棒了 哈!你一听到,啊狗! 啊狗!啊!我起到他,我就要给你看 啊!你真是侮辱我 没有,他听出来,这个狗啊,里面有玄机 主特意很谨慎地用这个字 就是家狗 他是家犬 是有主人的 清楚吗? 这句话给他逮到 就是这个词 所以啊,这个江南富人 立刻就说主啊,是的 她就承认,我本来就是狗 但是你不能否认我是家犬 你还是我的主人,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是连小狗也吃 谁桌子上跳下来的,谁到了? 主人啊,他们网呢 那为什么后面主就说你的信心真大 我问你,这跟信心有什么关系? 我这一讲,原来我的题目就不能达到 那没关系,这段还是很有意思 反正我们看时间达完这个 没问题,当悬案了 你现在是不是知道我们的问题? 我对圣经是真的很喜欢,很有兴趣 这个,我问你 这个主说一个狗,对不对? 他就说我承认狗 那我就吃碎杂 对不对? 饼吃不到我吃碎杂 这跟信心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啊 这个当然感谢主啊 就是照着赖皮的原则 你一定要给我,对不对? 你也很对啊 那我们深入一点连句 你要知道,这个犹太人 他们就着旧约来跟神的经文发生关系 不是平信 是平的律法 行不清楚啊? 那外邦人来跟神的经文发生关系 不是平的律法 乃是平信 行不清楚啊? 就说我是一只狗 老实讲,那个时候 碎杂还没掉下 东宫我说还没掉下 主还没定十字架 我看见饼没有,我不一定看见 我连碎杂也不一定看见 但是呢 我知道 我知道一件事 我知道什么 谢谢 我知道啊 这个 我在信心里面 看见了主有一天要做一件事 这就是信心原则 而且第二呢 我在信心的里面 我知道 对不对? 在这个恩典的原则里面 我乃是平信 我就可以来全然地 知取主所给我的救恩 所以主说你信心真大 你懂不懂 现在这个不只信心 而且大 大的意思就是 他根本还没看见 他看见主耶稣被捉拿 没有? 看见主耶稣被钉死 没有? 看见主耶稣 这些事都还没有发生 但是啊 他不只听懂主的话 而且他也懂得 那个取用的原则 对 所以这件事完了之后 再讲这个 四个饼啊 几条鱼 那就是告诉你 这个 这个第二个 刚刚第一个是 时代的转 什么? 时代的转换 第二个就是 主执式的转移 听不清楚啊 时代的转换 是说到 从旧约转到新约了 因为连诗经约翰 都了解到嘛 对不对 我们再不需要 也再无可跟踪 任何其他的人了 那这个 今天唯一要跟踪的 就是耶稣 好 那第二个呢 主工作的 执式的转移 就是 从犹太转到外邦 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弃绝他 感谢主 这个我们 这个外 机会啊 就临到我们这些 外邦人士 你们得到 老鼓的抄鼓记 结果还是在犹太的人员 当然 你们用抄鼓记 我是很感激 也很感动 那能不能一边抄 一边啊 还要挥挥手 说 主啊 赞 我简直不能相信啊 主啊 我老师 我也没把那个迦南夫人 这么灵巧 能听这个话 能听懂你的话 能抓到这个 话的尾巴 对不对呢 老师这样说信心 我也没他那么大 对不对 我今天信也没什么要我信 因为主都做成了 该定了 该死也死了 该过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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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呢 哎呀 真是不能想 我真的不敢相信 哎呀 就是啊 在这些故事里面 你已经把这些重大的原则 扑审出来 阿们 今天能够这么甜美的一个 主啊 能注意这里面 还有很多的宝贝 当做悬脉 那今天因为 感谢主啊 告诉你们好消息 卷妻出来 对 不欢呼一下 对 对 人家书就全部给你走 你看 那个碎杖掉到你头 面前 你还不欢呼 对 我们是很辛苦的编这个的 对 对 那个头发都变白这么多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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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对 其实 福音派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卷 那说到这个福音派最后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 就是从19世纪开始 这个 首先第一个说到匪名 你不一定开始认识 再来说到孙木珍 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再来说到穆迪 我们很多人也知道 然后再来说到刀雷 你就不一定知道 刀雷是穆迪的学生 这个 然后呢 最后说到一个我们都知道 但是很陌生的人 就是德里汉 德里汉知道 他有来过台湾传飞 他有来过台湾传飞 在196 66几年的时候 六几年 六几年 我忘记了 197 几年 在那个时候 我都有印象 因为我家那个时候就住在阿传飞的附近 台北的那个 棒球场面 我家那个时候就在那里 我都有印象 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把河里汉也摆进来呢 因为连李迪奥都对他非常肯定 非常正面的肯定 那我们盼望这一卷的迪奥府内 也能够我们的享受 也来看看 这个福音派 从19世纪 这个祖德座上面 当然那个时候真的是 属灵大派 福音大派 他们就一堆人啊 真是挥动千军啊 但是另一面呢 我盼望 你们怎么能够珍赏 还不是这个 是珍赏 那个时代 主怎么借着这些人 圣灵在他们身上 那样的自由 能够那样强烈的运行 对不对 今天啊